小姐您好 请点单 先生 您的菜 谢谢 你看看 服务员 请慢用 等一下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不行了 我们来感受一下 慕容大少爷的热情服务啊 想吃什么 快点 吃什么 你点吧 你点吧 昨天就是我点的 还是你点吧 你点你点 你们俩有完没完 那我要一个素三鲜水饺 对不起 我们这里是西餐 我说 这回又跟谁赌气呢 跑到这里来打工 我这次是认真的 你们俩想吃什么就快点 不要捣乱好吗 捣乱 不错啊 我们要两个捣乱套餐 你看我就说吧 他是来玩的 什么工作态度啊 哪有服务员这样的 ну 我服务员也要教我 你可以不要 我因为你们嘴儿 你应该拿来 咱们吃有的 但是你来到 我们尝试 我们在家中 你们俩水饺 我打不下去 你试四鲜糕 还有些蘑菇汤 怎么听起来都不怎么好吃啊 那我来个最难吃的小牛排吧 好 你呢 我跟他一样 两份小牛排 还需要什么吗 可以了 请稍等 等一下 我改变主意了 我觉得一个法国菊萝牛 加一个鹅肝沙腊比较好 好 请稍等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今天不太想吃鹅肝 我觉得 龙虾刺身比较好 好 现在可以了 真的可以了 你 慕容少爷 我觉得 刺身对肠胃不好 还是芦笋清汤吧 你爽啊 你可是等待者 我们可是客人 客人可是上帝 你跟上帝说话 可要负责任呢 好 请二位 稍等 你 太过分了吧 我在挑战他的忍耐极限 我看啊 他这回是真的 你这么逗他他都没发过 不错 来 清后桌 我来吧 好 谢谢 谢谢 好 这个个小子 想折腾我 看我怎么收拾他 我还是柳子 真好 分手 不过 你吃人就有什么 如果着药 你才会想啥 这句话 员 你不走 就把你送一下 你不走 就这么多了 你还贬着 那你能帮你 别吓我 你知道吗 你这叫自作自受 我本来想整夜说的 结果被他反喷了一脸汤 谁让你想害我的 你活该 对了 斗儿姐交给你的事情 你办得怎么样了 当然完成了 云海向我保证 他说他不会耽误功课 而且会把落下的功课都补上 那就好 这都几点了 云海怎么还不回来啊 没想到 他真的去当了侍卫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说他只能做侍卫 也好 他现在总算能够自食其力了 我是不是应该惭愧一下啊 我现在还不能自食其力呢 你呀 只能自食其果 又蠢我了 这些书都是你借的 这本书不太适合你 这本书也没什么用 拿来 学习不懂得循序渐进 看了也是白看 只会浪费时间 这些我都看过 我知道哪些有用 我告诉你 这些事我都会看 至于哪些有用哪些没有用 我自己会分析 你还在为项链的事生我的气吗 相线的事情早就过去了 我生气的是 你一直把我当成一个依靠家里面的寄生者 什么都拿我跟端木 我没有 听我把话说完 我知道 端木在你心里 什么都比我强 我一定要证明给你看 我慕容云海 不依靠家里面 照样可以很好地学习 很好地工作 很好地生活 我一定会比他强 你等着瞧我呢 傻瓜 我一直认为你很优秀 你为什么要拿自己 和端木比呢 我一直认为你很优秀 干得不错 加油吧 谢谢经理 开工吧 好好好 藏天哪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 就差一分 仅仅就差一分 就你一贯就不公平 对了状况来看 不及格是常态 及格就成意外了 有那么大打击吗 何者是很大 简直就是毁灭性打击 倾天比利啊 我以前跟小于发过誓 如果英语考试及格了 我就能见她 如果英语考试不及格 我就永远见不到她了 你呀 做不到你就别答应 干吗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我以为凭我的智商和努力 又依靠是能及格的呀 努力我是看到了 我觉得 你应该从智商方面找找原因 还嫌我打几个多打呢 看来 我跟小于真的是没有缘分吗 别呀 男子汉有什么过不去的呀 不就义分吗 去找他 那我不就是言而无心的人吗 我也遭天谴的 遭天谴 两个月前的某一天 你约我去打撞球 结果你放我鸽子 害我白等了半天 有没有这事 有 一个月前的某一天 你答应给端木一张限量CD 结果一个美没开口 你二话没说就给了人家 有没有这事 有吧 有吧 前天我们约好去看篮球比赛 结果你临时逃跑 害我们白白浪费了一张千金难买的球票 有没有这事 我忘了 你干了那么多说话不算数的事 都还没遭雷劈呢 你相信我 这回不会的 去找他吧 我其实是怕晓鱼看不起我 你要是不去找他 我也看不起你 真的吗 你 你